因着247字节的祷告 使我发觉到 我一直认为很好的存钱的习惯 尤其一定要存一笔保命钱 竟然是马门还残存在我身上的诠释 去年因为不断有需要花钱的 情况产生 于是最后我必须动用到 我那一笔保命钱 在必须解约的时候 我真的是心里很难过 在这个当中 神就让我看见到 原来钱是我生命中的安全感 那为了破除马门在我生命中的诠释 我仍然按着感动 花该花的钱 不手软 但是最后也用到了我 存了非常久 准备2018年去以色列的基金 所以那时心中虽然不手软 但心中的忐忑仍然是有的 于是在2017年的时候 跨年的时候 我领受到神说 他自己会为我预备以色列的基金 奇妙的是在2018年农历新春的时候 我一位失联20年的高中同学 有一位他从美国返台 他就一直催促台北的一位同学说 一定要找到失联的我 那这位同学也真的透过教会的网站找到了我 于是我也加入了高中的群主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20多年前的一位 当时住在国外的同学 经济上发生困难 那个时候我汇了一笔钱给他 这个时候呢 他还住在国外 当他发现我在群主时 他马上跟我联络 主动的汇了一笔钱给我 那非常感谢主的是 这笔钱刚好补足了 我动用到以色列的基金 还帮助了我 凑足了三月底要交的 仿寒的余款 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感谢赞美主